这一章的末了 那么我们上一次曾经介绍过 总动量 我们介绍过 就是说这一个物体 一群物体 受外力的合力的作用 那么这个作用的结果 就是改变这一群子点的总动量 改变这个 我们证明过 总动量它是等于 M1V1加M2V2加M3V3 这个值呢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Center of Mass 因为VCenter of Mass 是等于这个 M3V2加M2V2加M3V3 感谢观看 因为有我们上次讲直行不是讲过这个吗 那么Vcm呢就是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分子就等于大M乘上Vcm 那我们把这个式子带到这个外力 等于动量的时间变化率里面去 我们发现这个就变成MDCMVcm over dt 如果这些值点的质量都不会改变 我们现在讲的是质量不改变 等一等我就要讲到质量会改变 质量不改变的话我们可以把质量提出来 那么DVcm over dt就变成ACM 这个式子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物理意义在里面 它告诉我们一个现象 什么现象呢 比如说我们一个一群指点 就好像一个黑板叉 黑板叉就是由一群指点所构成 它里头好多指点 好多指点 你如果拿到这边往上一甩 抛出去 那这个黑板叉做什么运动 连翻带滚 对不对 连翻带滚 所以它这个任意一个指点的运动 可能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运动法 你看不出一个章法出来 但是这个式子告诉我们 你单独看这个指点 你看不出它运动的轨迹 是一个简单的形态 但是它其中有一个点 就是它的直心 直心 Center of mass 这一点呢 它的运动啊 符合于牛顿第二定律 就是你把所有黑板叉的质量 都集中在这个指点 都集中在这个指点 那么这个指点呢 就好像一般的指点 受外力的时候啊 它会产生一个加速度 Cm 比如说你黑板叉丢出去了 它在空中 假定空气阻力不算 它只受地心的引力 我们抛一个石头 抛一个指点 我们说过 它的轨迹是什么轨迹啊 是抛物线 对不对 抛物线 这个时候 它的直心的轨迹 就是一个抛物线 即使这些点都是 你看得眼花缭乱 不晓得它怎么转 但是直心就是这个样子 直心就服从于牛顿第二定律 你们看这个放烟火 我们现在不管是双十节 还是过年啊 过节啊 有放烟火 在真爱码头 那你们可能都看过 这个烟火 绷一声 放出去了 起初它这个 这个烟火的这个蛋啊 就是抛物线出去 起初就是一团 抛物线出去 但是到这里爆炸以后呢 它的碎片 四面八方飞 你看它飞的结果 它就是一个 一个圆形啊 对不对 炸开一个很漂亮的 一个 一个团 火花 但是啊 这个直点以后 做什么运动呢 当然是有空气阻力 没有空气阻力的话 它就是 就是往这个直线 的方向跑 可是它的直心还在啊 它总是有直心 这个系统啊 不管你怎么跑 有直心呢 它的直心 继续 以 抛物线的 方式 抛物线的形态 它的轨迹就是这个形态 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式子的物理意义 以后你们 我们看一个物体啊 受外力 你怎么带它的F等于MA呢 就是直心 就是当所有的直点都集中在直心的时候 我可以求它直心的加速度 直心的加速度 其他直点你没有办法做 好 这是一群直点 一群直点 那么这个 回去啊 你细题上面啊 要用到这个的话 那你就要得注意啊 这只是 一群直点的话 是直心 所有质量 当作集中在直心 才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式子 好 接下来我就要讲 质量会改变的系统 质量会改变的系统 我们以前讲的都是 专注在质量不改变的一个物体 或者一个质点 像这个 SigmaF External 等于MA 这个是用在哪里呢 用在质量等于常数 它是从这个式子里头来的 是由这个而来的 这个不是牛顿第二定律 这是牛顿第二定律的特例 那么真正的牛顿第二定律 我说过 它是等于 动量的时间变化率 或者是等于 第一 momentum over dt 如果这个质量啊 不是常数 这个式子没有办法化成这个 现在我们就是要讲这个样子 如果这个系统的质量会改变的话 那 牛顿第二定律是什么形态呢 好 现在我们拿一个质量会改变的这个 典型的物体来做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 火箭放上去 火箭它怎么飞呢 它是靠 靠着 把它内部含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这个 燃料 差不多五分之四都是燃料 把这个燃料啊 大量的 大量的 让它燃烧变成废气 然后排出来 高速的排出来 而产生了一个推力 推上去 那么因为它 这燃料是大量的喷出来啊 所以它的质量就不断的减少 不断减少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怎么样子看牛顿第二定律呢 现在我们就看火箭问题 假定有一枚火箭 好 我画一个简单的形态 代表这是一枚火箭 那么它在 T秒的时候啊 T秒的时候 它的质量是M 那么它相对于某一个惯性坐标 速度是V 速度是V OK 好 那么当T 等于 T加 Delta T的时候 我们写到下面来 就说时间 增加了一个Delta T 那么这个火箭呢 它 有变化了 就一样的 我画的不一样 不是它的变化 不是外形变化 火箭 在T等于 T加 Delta T的时候啊 它把一定量的 因为它不断地喷出 废气嘛 单位时间有多少废气 它经过Delta T秒 它总共排出来的废气啊 我们把它画成 这样子的形状 它的量是Delta M 各位在电视上都看过 美国这个太空舱发射的时候啊 它那个飞气 哇一出来 笼罩了整个火箭 对不对 它不是这个样子啊 不过我们不得已要画成这个样子 你才看得出它Delta M 有个Delta M 倒不是说火箭放出方唐来 好 现在 假定它放出来是Delta M 这个Delta M是一个正值 对不对 放出来 好 那么 这个时候呢 它的质量 就减少了一个Delta M 好 它的速度呢 就变快了 变快了 那么火箭的废气放出来啊 你在火箭上看这个飞机是往后冲 但是我们在惯性坐标来看这个飞机啊 它不会一直往下冲 它还是上去的 因为这个速度很快啊 好像以前 你们还没有坐过以前的火车 以前的火车没有冷气啊 它这窗户都是可以开的啊 那个时候火车上好多小贩在卖东西啊 就说卖这个白煮蛋啊 或者卖橘子啊 什么东西的 那里头的人吃橘子怎么吃呢 皮一剥 就往窗外这么一丢 他看到这个橘子皮往哪里跑 往后面跑 对不对 但是火车旁边有卖 有这个稻田啊 稻田上的农夫看这个橘子皮是往前跑 还是往后跑 往前跑 对不对 它速度没有火车那么快嘛 所以火车上的人看这个橘子皮是往后 因为火车本来就有一个速度 所以啊 这个速度 因为这个很快很快 喷出来相对它虽然很快 可是我们看它还是向上 两个时刻 火箭的 这些运动的资料是这个 那现在我们 apply 牛顿第二定律 我们要用牛顿第二定律 牛顿第二定律是这样子 动量的时间变化率 我们现在要用这个 要用这个你要怎么用法呢 我们就先看它的动量的改变 看它动量的改变 OK 好 先看delta p delta p是等于 后来的动量 减掉起初的动量 后来的动量是什么 m 减delta m 乘上 v 加delta v 这是这一部分的 后来有两个东西啊 一个是废弃啊 废弃的动量呢 是 delta m 乘上 v prime 好 这个 是 t 加delta t的动量 好 减掉 t的动量 就是m 就是m乘 v 那现在你把这个展开 这个展开 我们 不要太快 你就跟着我看 mv 加上 m delta v 再减掉 delta m v data m delta v 好 再减 data m v prime 啊 data mv 不是v prime 好 这两个mv 消掉了 那么这个呢 因为它有两个delta delta就是 量比较小的意思 起码它跟它原来的这个速度 delta v 跟原来速度比要 要差 又是速度的增量嘛 delta m 也跟原来这个 本体的质量比 也是差很多 所以 两个比较小的量乘起来 跟这个只有一个 小的量 这些 这些量 相比啊 它小的可以忽略而不济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忽略掉 当作 0 于是呢 我们这里啊 就得 我们把 delta 是不是还少了一下 mv mdelta v delta mv 还有这下 这下忘掉了 好 这下 delta m over v parm 好 我们现在把这几下呢 写成这样子 mdelta v 好 这个 这两下 我们 把delta m 提出来 里头就是v prim 减 v 诶 好 vprim减 v 是什么 vprim是相对 惯性坐标 v也是相对 惯性坐标 我们在讲 相对运动 的时候啊 那这个就是等于 废弃 相对于火箭本体的速度 相对于火箭本体的速度 好 于是我们就把这个写成这样子 它可以写成 m delta v 加上 我们先写这个 叫做 relative relative velocity 乘上 delta m 好 我们这里注明一下 relative velocity 是等于vprim 减到v 减到v 好 这个是 废弃 相对于火箭本体的速度 速度 就相对速度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就 带到那个式子里面去 好 sigma f external 要等于 dp over dt dp dp over dt 是什么 它就是limit delta t approaches zero delta p over delta t 我们把这个 这等式的 左右 都除一个delta p delta t 在take limit delta t approaches zero 这个就是左边 右边呢 就是这个 它就等于 m 这个 这个 提出来 某一瞬间 它的质量 这个是 提出来 然后 这里就是limit delta t approaches zero delta v over delta t 好 再加上 我们把relative velocity 提出来 limit delta t approaches zero delta m over delta t 好 这个外力 是什么外力呀 是火箭 本体 所受的外力 那么 这个呢 火箭 本体 某一时刻 它的质量 乘上这个是什么 加 这个就是 速度的 时间 变化率 它就等于 m dv over et 是火箭 本体哦 那个也 火箭 本体 这也 火箭 本体 但是这一项呢 这一项呢 这个是什么 废弃相对于 相对于火箭 本体的速度 这个是什么 这是单位时间 放出来的废弃 单位时间 放出来的废弃 是正的还是负的 正的嘛 对不对 这项是正的嘛 但是我们前两项都是对火箭本体来说的 这一项突然对废弃来说 以后不好记 我们也把它改成 火箭本体质量的时间 单位时间增加多少质量 ΔP 火箭本体增加ΔM 这个时候ΔM是正的还是负的 负的嘛 对不对 你废弃放出来了 把一些燃料把它排出来了 你的质量是增加还是减少 减少嘛 对不对 如果我们把这个观点 视为是火箭本体的质量 对时间的改变 那么这个本身是一个负的 但实际上 它原来是正的还是负的 原来是正的 对不对 原来是对废弃来讲的嘛 是正的 那你把它观点一变 它就变成负的了 可是这个应该是正的 所以你现在就加一 这里就乘一个负号 把这个就改变成为 ΔM over ΔT 现在这个就是火箭本体的质量增加率 它是负的 负负就变成正的 OK 知道吗 这个负号为什么加上去 以后不要迷糊了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要用的式子 我把它重写一遍 很重要 你现在要把这个记起来 我们先写这一边这个 好 等于External Forth 加上 V relative DM over DT 现在要用的式子是这样子 现在是质量会随着时间变 如果你看 如果质量不随着时间改变 就是说质量保持定值的话 那这一项不就是零吗 对不对 DM over DT就是零了 那就变成什么 F的MA M对MA 就恢复到以前的那种特例的形态 那现在质量会改变 质量会变 就是这个样子的 可见呢 一个火箭它要有加速度 它不断的加速上去 我们都是 火箭都是不断的加速 加速到这个燃料 用完了 它就怎么样 因为在外面都是太空啊 没有什么引力了 它就等速前进了 或者说 它把燃料用了一半 就不用了 火箭在外面不受外力 在外太空的话 通常这个是零 那么 它不再喷东西的话 这个也是零啊 于是它就 等速前进 那么如果它到了外太空 没有东西给它外力 比如说你在地面 有地心引力 靠近月球 有月球的引力 你在一个 已经跑得很远很远的太空 所有的星球都距离你 好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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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引力啊 微弱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那这个时候 你还要火箭加速的话 这一项已经没有了 就得靠这一项 没有外力 还可以加速 那这一项我们称它叫什么 叫做推力 这一项叫做推力 推力是等于 所以它推力是靠什么 靠这个火箭 把大量的质量往外推 DMDT越大 就是单位时间 放出来的质量越多啊 它推力就越大 还有就是 它抬出去的废气 速度要很大 不是说你把它丢 丢包一样丢出去就好了 它通常都是 几乎都是用爆炸的 把它炸出去 这个速度快得不得了 靠这个 你看你火箭的推力 够不够 就是看你这个燃料 排出来的这个速度 够不够大 还有你这个火箭 要旁当大物才可以 因为你要排出 单位时间排出来的质量 要很大很大 你火箭带不够 你的燃料带的不充足的话 那根本飞不了几秒钟就没了 就好像你们过年 大概都玩过冲天炮 冲天炮也就是一种小型的火箭 从面包一点 它吃一身 顶多到二楼三楼就没了 对不对 因为它里头的燃料有限 两下子就放光了 对不对 但火箭不是这样子 它又要排出来的 废弃的燃料的量又要多 然后速度又要大 它会产生推力 这个是火箭所受的外力 那么我们现在举例来说明 我们要怎么用这个式子 我们现在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这部分你们要很仔细的学 你们过去没有这种问题过 那现在呢 很多很多这种问题 你们要看看要怎么做 怎么处理 不一定都是火箭的问题 我们看 假如这里有一台 车子 平的 它车轮呢 可以在水平路上面动 我们假定没有摩擦力 我们在这个 这个车上面呢 架一艇机枪 我就是 随便画了 架一艇机枪 好像武林机枪一样的 那么机枪呢 它会从这里放出子弹出来 每一颗子弹的质量是小m 那现在呢 这个机枪跟车子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整体的质量 整体的质量 我们算它是大m 如果m是等于200个 公斤 200公斤 好像非常小 这个 连个车子 200 我看看 我这里写多少 没关系 没关系 我们就当它200公斤 那么子弹呢 子弹的质量 10公克 它每秒 10发子弹 每秒10发子弹 每一发是10公克 然后子弹打出来的速度啊 子弹的 激发速度 V是等于 我们写U好吗 每秒500公尺 每秒500公尺 现在我们要问 这个车子 受的 推力是多少 它获得的加速度是多大 它现在就靠子弹射出去 它往后退 现在要求 同时 感谢观看 求系统的推力 以及它的加速度 那你要做这个问题 你要怎么做 我说过你拿的问题 要先分析它是哪一类的问题 你就从它问的来讲 它又问有力的问题 又有加速度的问题 那么这就是不平衡的问题 不平衡的问题 要用牛顿第二定律来做 现在你在考虑 要用牛顿第二定律的时候 你多考虑一项东西 以前我们就是讲F等于MA 现在你要把 要考虑说 这个系统质量会不会改变 如果质量不变的话 我们就用F等于MA 如果质量会改变的话呢 要用这个 现在质量会不会变 它子弹不断的射出来 质量会变嘛 对不对 我们就用这个式子 所以你就把这个式子 先写一遍 先写一遍 然后我们看它问什么 它问推力 推力是哪一个 是这一项 对不对 推力是这个 好 我们就 A 我们求推力 relative 然后呢 就把这个带进来 它子弹呢 它说的 每秒500公尺 是子弹相对于枪口的速度 这个火车 这个车子跟机枪往这边走 它子弹往哪一边走 往那边走 对不对 那边是什么方向 那边是什么方向 那边是 如果这里是正X方向 那边就是负X方向 我们把这个 写成这个好了 F 向量 thrust 好 好 这个就变成 这个就变成 都是 都是 都是一定的时间 每一秒 10发嘛 那就是 每一秒 有10颗子弹 10颗子弹 我这里 等一下 这里要写 这里要写个负号 每一颗子弹是多少 质量啊 M 是负的 是负的 你把这个算一算 负负得正 所以 它的方向就是I 这里有10的5次方 10的5次方 10的5次方 这里是10 10的2次方 10的负3次方 就是10的负1次方 所以 它就等于 50个 牛顿 它的推力是50牛顿 这个是很小 这是玩具 这不是真的 我们看part B part B要求 它的加速度 加速度 其实就是这一项 我们已经知道这个了 你现在知不知道 Sigma F External 是什么呀 所以你就要把 外力画出来 你看到没有 又要画外力啊 外力是重要的不得了 你一定要会画 你画外力 你判断不出来 你多写一个 少写一个都是错 我们就看 这是指火箭本体 火箭本体的外力 那么我们可以看出 这个是本体 路 除外了 重力 全体的重力 还有就是 这个地方有 Normal Force Normal Force 我们画在这里 Normal Force 我说过没有摩擦力 没有摩擦力 只有Normal Force 没有Friction 好 那现在 那现在 我们就看 Sigma F External 它是等于什么呢 MG 加上Normal Force 它要等于什么 MA A 这个方向 它有没有说 它放一枚子弹 这个机枪就跳一下 没有讲啊 这是往水平的方向 移啊 所以往垂直的方向呢 没有加速度 所以这个就是零 MA A等于零 它就是零 那么我们把这个跟这个带到这里头去 所以 M DV Over DT 等于零 加上 Thrust 50牛顿 那么这个M是多少呢 A 就等于 DV Over DT 要等于I 50 被200来除 所以它的 大小是 多少啊 这个是零点 我看看这个 2.5 0.25的牛顿 是不是0.25啊 不是牛顿 加速度 Meter Per Second Square 那你可以把它 写成就是 25个 Centimeter Per Second 全部用向量表示 OK 好 这是第一个例题 我们再看第二个例题 对 请不吝点赞 就像 我这一样 我这一样 是 对 这是一个 好大好大的漏斗 里面装的是颗粒状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就把它当做沙粒 这个沙粒会从这个地方掉下来 从这个出口掉下来 掉在这个履带上面 这是一个履带 可以拉得走的 我们现在假定 它单位时间掉下来的质量 Dm over d 是等于定值 它掉下来的量保持一定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 apply一个 履带这里 apply一个force f水平力 来拉这个物体 让这个上面的这个沙粒 以v等于定值的速度 往这边跑 现在要问 拉力是多大 我们要求 这么做 那你还是照我刚刚讲的要求力 力的问题分成平衡跟不平衡 跟平衡不平衡 那么 现在我们就看 这个系统啊 它的质量不断的改变 质量不断的改变 我们以前讲的这个 平衡的系统啊 也是它的质量都不变啊 对不对 现在这个质量会改变 我们把这个 这个当作主体 这个当作本主体 OK 这个质量是从这里多进来的 多加进来的 主体的质量不断的增加 不断的增加的话呢 那我们要求这个力啊 你就不能再用F等于MA哦 以前那个 我们讲平衡呢 也是 M这个定值 没有A的时候 那就是平衡嘛 对不对 那现在质量都会变了 我们就要用 用这种质量会变的系统来做 所以这个时候要求F 我们就要从这个地方去做 你把这个式子写出来 好 然后看看每一项 这里告诉你V是定值 V不会随时间而变 所以这一项是等于什么 这一项是零 DV over DT是零 蛤 感谢观看 好 这一项是零 呃 然后呢 我们看这个 Dm over dt 是一个定值 是定值 那就是它本身就是定值了 然后relative velocity 就是你掉下来的这个沙粒 在你随着这个履带往这里跑的时候 你觉得这个沙粒相对于履带是什么速度啊 向后 对不对 向后 所以我们可以写 V relative 是等于负I V 因为它这么垂直掉下来 它没有水平分量嘛 所以你的履带往这一边走 你是觉得它以V的速度向那一边 负的 Dm over dt 是定值哦 定值哦 你还是这里再写一下好了 好 现在我们就考虑SigmaF 再把它的外力画出来 画主体就好 好 整个 画在这里 那么整个 这个 连带这个 它都有一个什么 normal force 我们假定 这个没有摩擦 没有摩擦 水平方向没有摩擦力 那因此 它的 external force 就这三个 拉的力量 OK 所以它是等于 MG 那么这两个 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因为 整个物体 整个系统没有向上 或者向下的加速度 OK 所以这两个 加起来是0 所以就变成L 好 我们现在把这个 我们分析的数据啊 带到这个里头来 带入 一式 以上这些 带入一式 我们就得 0 左边是0 那么 External force 是F 再加上 Relative velocity K 负的 I V 这个 这个 写 写 应该这么写 好 然后乘上 DM Over DT 好 我们就得 F等于什么 我们写在这边 我们写在这边 所以我们的F 要等于 I V DM over DT 因为你没有告诉我 这两个量是多少 我就用V跟DM over DT来带 V是定值 DM over DT是定值 因此 这个L呢 是一个定值 我问你 为什么它是定值 它不是杀力越来越多吗 为什么你拉的力量 不要越来越大呢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原因就是 你沙力掉下来 比如说我们起初只有这个沙力 一点的沙力掉下来 那么你要把它 这一点点的沙力要加速 对不对 从0要加速到V 你要花力气 F 好 等到你已经有一个F 往那边 已经有一个速度了 我们就看这个沙力 它水平没有阻力 水平没有其他的阻力 所以以后就不要用力拉它 你这个力也不要拉它 它这个掉下来 质量就是以V的速度这么走 可是它现在不是只这一堆 另外又掉下来 你又要用这个力 加速到这个速度 它就会自己走 再来 所以你每次只要做什么 只要把掉下来的那个沙力 水平速度从0增加到V 你只要使它产生这个加速度就可以了 所以你的力每次都是一样 那就是一个常数 OK 好 这个系统的Dm over dt是正的 因为这个沙力是越来越多 对不对 好 现在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好 我们看 有一个火箭 在外太空行进 很远很远的外太空 它我们以地球作为一个惯性坐标 一枚火箭 很远很远的地方 地球其实就很小很小 它现在呢 有一个速度 这个V是多少呢 我们先写火箭好了 速度是这么大 好 那么它喷出来的废气 噴出来的废气 速度是 速度是 是等于5.0乘10的三次方meter per second 每秒5000公尺 每秒5000公尺的速度 好 现在问 当火箭的质量 只剩它起出质量的一半的时候 它的速度是多少 我们讲这个是V0 怎么样 làm 没有 我知道 有什么 我显もう 不行 如果 那你就算 我 unpleasant 是啊 什么 V等于多少 我们讲这个是VI 我们用I来代表 写大一点 那VF是多少 只剩一半的时候 K 如果废弃的速度 如果废弃它的质量 我写在这里 DM over DT 它是 我写这个好了 每秒五公斤 每秒五公斤 它必要求推力 好 那你现在怎么做呢 我们就是求它的 比如说 要求后来的速度 你知道起初速度 要求后来速度 这个要用运动学来做 但是你要知道什么呢 还要知道它的加速度 还要知道加速度才可以 但是它没有告诉你加速度啊 那我们就要用动力学来求加速度 那这个时候就是要用牛顿第二定律啊 因为它的质量会改变 所以我们用的牛顿第二定律 不是以前的F等于MA 要用现在的哈 我们刚导出来的 要用这个 我们把这个式子写出来 我们把这个式子写出来 链高 我们现在 你可以用一维的 你也可以用向量式子来做 好 现在我们看Part A 我们要求的是V 那你先把这些解决 DM Sigma F是什么东西呢 因为它是在外太空 我们说这个在外太空 在外太空 每一个星球都距离它很远 没有力给它 好 这个是Sigma F 那么如果这一项等于零的话呢 我们这个式子就可以写成 写成 大家都乘一个DT嘛 那我们就可以写成DV要等于 V relative 这个是一个定值 V relative 写定值 然后这是DM over M 写成这个样子 那现在这个DM不断的改变 就说不断的有DM 所以这个M在改变 所以这一项是改变的 这个就是一个改变的一个 会变动的 会变动的这个速度 那么我们现在积分 在起初的时候 它质量是M 速度是VI 它后来质量变成原来的一半 速度就是Final Velocity Final Velocity 好 我们现在把它积分 一为运动 我们 在这一项是Final Velocity 左边就是VI VI 要诊议 是 M 二分之M over M 那这个一约它就是log二分之一 log二分之一 你可以按computer就可以把它算出来 所以它的VF呢 好 现在我们知道它的VI VI是向上 我们刚刚地球画在这里 我们把这个当作是R univectal 往那边走 所以它就是等于 V-relative 它飞机出来是这个速度 这个速度是什么 相对于火箭本身 所以火箭来看 这个速度是向反方向 所以这就是负的 所以这就是负的 好 这个就是它的Final Velocity 好 现在我们看Part B Thrust Thrust是等于后面这一项 好 这个是等于负的 和这个一项 VM of DT 是五十公斤 五十公斤的 不是五公斤的 不是五公斤的 我这里写错了 五十公斤的 这五公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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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乎温暴动上的 三公斤的放脏?? 这个物质要是负的 因为它是减少 所以它这个就 比于二 那么 那么 这个就是标准的一个火箭问题 你们回去 西提要要多做 比如说它还有这个 一个链条 底端接触到桌子 我把链条一放 掉下来 盘在桌子上 那么 它在任何一个时刻 这个桌面所受的力是多少 桌面受的力是多少 用这个问题做 或者一个大水槽啊 上面有个水管 有排水 每秒钟排多少水进来 几秒钟以后 这个水槽 承受的 力是多 多大 因为这水也不断的进来 也是质量增加的系统 改变的系统 OK 那么 像这样的一个式子 你就要多做题目 你才记得住 这个不是去背的 不是用背的 不是早上起来拿到这个到公园去背 好像背 英文单字那样 不是那样子的 那么动量 与动量守恒 顺便讲到质量会改变的系统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要看下一张 叫做转动 Rotation 转动 你们那天去考试 你一定要记得带Calculator 计算机 OK 你检查一下你计算机 有没有电 到时候 你向人家借一个计算机来 没电 你怎么办 那么 好像因 那个词典 不能带 那天开会的结果 就是不能带 不能带翻译机 或者是这个 这个英文的词典 就是那个 你翻的词典 词典可以啦 那电子词典不可以带啦 那你还是要注意公告 物理系的公告 你看清楚了 一切都依照公告 OK 好 那现在我们看转动 Rotation Rotation 我们一个物体的运动 基本的形态有两个 运动的基本形态 一个就是移动 叫做 Translational motion 移动它的特点 就是 它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物体 这样子的 它移到这个地方来 它各点的 相对应的指点 这画得不好 轨迹都是平行的 轨迹都是平行的 就是平移啦 平移啦 那么这种叫做移动 那么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 基本的形态呢 叫做转动 转动 转动呢 这是基本形态 就是说 假如我们这个黑板叉在这里 它绕着这个地方转 绕着这个地方转 那么它现在 上面的每一个指点 比如说这个指点 它是以这个做半句 好像也在帮忙 新闻 有可能 那 什么 这 这 我就 譬如說這一點 它的軌跡 那麼這一點 軌跡 那麼因此這裡頭每一點在轉動的時候 都是同心圓 都是同心圓 就是要同一點轉動 所以所有的點轉動都是同心圓 那麼這叫轉動 那麼一般的物體 譬如說我把黑板叉丟出去 它是有移動 同時又有轉動 同時有移動 同時有轉動 那麼就是一般的都是這樣 但是基本形態就是這兩種 OK 好現在我們看這個轉動運動學 轉動運動學啊 因為它是轉動啊 所以這個物體 它在運動的時候 跟我們移動的運動有相似的地方就是說 我們移動的指點要講究的就是它的位置 位置在哪裡 位置有所改變的話就有位移 有位移的話就有速度 有速度的話就有加速度 好那麼指點如果是一個物體在轉動的話 它上面的指點 它上面的指點你要看的話就是 它有它的位置 這個時候的位置呢 我們稱它叫腳位置 等等我會定義 腳位置有所改變 它就有腳位移 有了腳位移 那麼腳位移的時間變化率就是它的腳速度 腳速度的時間變化率就是它的腳加速度 所以這一套我們以前講的這個直線運動跟現在要講的轉動運動 非常類似 直線運動不是朝X的正方向就是朝X的負方向 你一個繞固定軸轉動的物體 你不是順時針方向旋轉 它就是逆時針方向旋轉 所以我們可以把一個繞固定軸轉動的物體呢 當作是一種一維的轉動運動 好我們現在先定義 你說這個指點它在哪一個位置呢 那你要怎麼定義 我們以前講這個一維運動的時候 我們要有一個直線的坐標軸 取一個圓點 你這個指點在哪裏 我可以標示出來 那現在如果是做轉動的物體呢 它的 可以標示出來 你這個指點在哪裏 為一個正在哪裏 它上面的每一点 每一个指点 随便你选哪一个指点 它都可以代表全部 因为一个指点 它转过去一个角度 另外一个指点 一定也转过去那么多角度 因为它是一个钢体 它不会随便变形的 那你一个指点 多快 其他指点的角速度也是跟到多快 所以我们只要去任意一个点 就可以代表所有所有的点 就是甚至是可能 嗯 我 denialco 对 对 我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们现在要定义这一点的位置 我们可以在这里画一个参考线 参考线 那么从这个 比如说这是P点 PO这条线跟参考线之间的夹角 我们就称为它的角位置 角位置 那你这个点啊 不管是哪一个点 不管哪一个点 就是说你的R不管是多少 R是这么多 R是这么多 它的角位置都一样 角位置都一样 所以我们可以把任何一个点 任何一个点的坐标就当成是R θ 它不管你R是多少 那么θ 就是它的角位置 跟这个参考 参考轴之间的这个角度 那这个角度 我们用什么角度呢 各位不是常用的是一个角度 一个圆弧 对当中一个点说 张开的角就是360度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弧度 那我们现在稍微把弧度的定义 来定义一下 做一个复习 应该你们在高中都学过 你学过平面三角的话呢 应该都学过 比如说我这里画一个 Circle 半径是R 那你取这个弧常是S 那这个角啊 有一种角度 就叫做弧度 那么就说 这个θ呢 是等于S 它的单位就是radians 弧常比上半径 就是它的弧度值 如果你的弧常 正好等于半径的长度 那么就是一弧度 如果你这个 弧常包括整个圆周的话呢 那 那 无常就是二拍 二 我们说全圆周 所以整个圆周 整个圆周 所张开的角是多少 我们简单叫它 圆周角 二拍一个弧度 二拍弧度 那么这个 就是弧度 如果是另外一种算法 我们也很熟悉的就是 我把这个圆周啊 分成三百六十个等份 那么这个当中占几个等份 那么这个角就是几度 比如说 占六十个等份 它那个角就叫做六十度 整个圆周角是三百六十度 那三百六十度等于拍一个弧度 等于二拍一个弧度 那么拍就等于 拍弧度就等于一百八十度 这是我们常用的 所以说 你现在任意的一个线段 在这个黑板上任意线段 它对黑板上面任意点 所张开 这两条线 两端 对这一点所张开的这个角 θ 这是一个平面角 我们就可以用 这个定义来 表示它这个角到底有多大 现在我们说这个 这个叫做角位置 角位置 θ 成为角位置 它对这个参考点来说的 那么我们再看 如果有一个点 一个物体在旋转 随便一个什么样的物体 不一定要这么圆 随便一个什么 那么它 T1的时候在这里 它的角度呢 是θ1 T2的时候跑到这里来 它的角度 是θ2 θ2 那么我们就说 那么我们就说 它的delta θ是等于 θ2 减到θ1 单位也是radian 这个我们称它叫做角位置 这个叫做 angular position 叫做角位置 那么这个呢 叫做角位置 角位置 角位置 angular 通通就是加一个angular就对了 angular displacement 任何一点 这是我们随便取的一点 从这里转到这里 任何一点 在同样的时间里面 角位置 都是这个 因为它们一起转 这个钢体就是 它不会随便变形的 这叫角位置 那么再来我们就看 什么叫做 平均角速度 我们用Omega来代表 AverageOmega 它就等于delta θ overdelta t delta t的时间里面 它有一个角度的改变 你可以把这个 讲成是单位时间 角度的改变 也可以说 单位时间的角位置 就叫做平均角速度 它的单位是radian per second 那么顺时角速度呢 Omega 它是等于limit delta t 那么这个就变成 d omega d theta over dt 就是 就是角位置的 时间变化率 角位置的 时间变化率 这个都跟我们 以前 一维的 直线运动 是一样的 单位当然也是 radians per second 那么如果说 这个 物体 它转动的时候啊 速度会改变 角速度在改变 这样子 请看 可以 转换 转换 一下 是 画得不好 这是一个圆的 那么我们就说 它有一个平均角速度 角加速度 我们用希腊字母 alpha来表示 average average angular acceleration 它就是等于 delta omega over delta t 那它就是 omega 2-omega 1 t2-t1 平均速度 或者是平均加速度 你都要注意它的 是哪两个时刻当中的时间 两个时刻不一样 它的平均速度往往会不一样 那么这个是平均加速度 那么它的单位是radian per second square radian per second square 那么 瞬时较加速度 瞬时较加速度 alpha 它就是limit delta t 就是0 delta omega over delta t 那么这就等于 d omega over dt 你看这个 整套都跟我们的直线运动一样 对不对 我们说如果 如果啊 你这个也可以写成 d平方 θ over dt 如果 omega是 脚位置的函数 alpha alpha 所以这一套跟我们以前的一维运动 一维的直线运动是一样的 我们今天先介绍到这里